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五家总结 港股今早高开75点 内地劝商、银行、股等 带动本港中资金融股领涨 早段升幅扩大至超过300点 高建24,162点 恒指中午售报24,07点 升至175点 内银今日继续上升 四大内银 公刊、中刊、农刊、建刊 升1.7%至3.2% 光带银行升超过3% 券商股继续强势 多只股份破顶 中信证券合拼中信新制期货获批 股价半日升超过5% 曾经破顶高建29.8% 海通证券合扣葡萄牙银行 股价复牌之后曾经急升超过两成 破顶高建20.75% 而中午的升幅就收窄至13% 中宗证券曾经升19% 破顶高建8.38% 中午大幅收窄至5% 而敦配金融、新银曼国、银河证券 都一起破顶 升超过5%至14% 长城汽车公布11月销售增长7% 股价升近6% 而其他汽车股也做好 华晨升4% 东风、比亚迪、吉利升0.6%至1.8% 焦点股方面 根据消息人士表示 日本伊藤中商市和泰国政大集团 可能对中信股份投资数十亿美元 中信股份今日升超过2% 体育用品股安踏昨日传出 主席因为事前途境外 股价一度急跌超过14% 反映市场信心疲弱 大公司期后就公布 确认主席丁世忠如常办公 丁世忠也否认有关消息 但安踏今日复牌之后 仍跌超过7% 香港电视公布 开台第二周的收市情况 交首周下跌36% 其中每日收看直播的装置下跌近一半 港市跌超过3% 成家会议股份方面 A股今日早段大幅波动 上证中止升至2978点 创了2011年4月以来的新高 不过随后由升转跌 A股ETF的升幅 亦跟随A股市场由升转跌 南方E50、安社E50 半日分别跌了0.7%和0.5% 秋视之后有3分钟视频 再见